接下来呢就要有请出我们之前的冠军 那应该也算是东道主的 因为他也是天津人 我们的刘树登场 你好刘树 王老师 你好 这位是我的母亲 大家好 我叫刘树 我呢高中学的是理科 本科学的是工科 而我硕士博士呢学的是文科 现在北师大历史学院 攻读中国历史文献学博士 第一题我选C 破釜沉轴 4C 5U子 16A 8C 一级命中 去年的时候拿到了一次冠军 你有没有信心再次传联一下这个冠军 上一次的比赛 我也可以说是显向还生吧 就因为自己过于急躁冒进 结果差一点就一轮油了 怎么说呢就是做人做事还有比赛的时候啊 都应该有一个从容不迫的心态 以这样一种从容的心态啊 所以说我相信我在这个比赛上的话 应该是足够能够达到保底继军这样一个目标的 我看刘树啊他是要拿冠军来的 为什么你看他已经在舞台上分享他之前成功经验给大家了 那今天再一次来挑战 那这次拿到了祝梦基金 你有什么想法决定怎么花 我呢想把这笔祝梦基金啊献给我的母亲 可以说呀我这些年有许多次人生抉择都是行显侥幸 但就是在这一个个关键的抉择时刻 是我的母亲呢在义无反顾的支持我 我在2013年的时候啊 其实学的专业是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当时可以说毕业之后啊 还曾经在拖拉机场拧过螺丝 而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之前也曾经在电视台工作过 再比方说我出书的时候呢 也曾经被啊六家出版社拒之门外 然而正是在我母亲的支持下呢 我在2014年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当时真的是好多时候走投无路 这个时候呢是我的母亲跟我说 做事情啊你要先往坏处想 如果实在坏的不能再坏的时候 你再往好处想 前者往坏处想呢 是可以保证你啊有应急预案 而后者往好处想呢 是保证你啊自己不会垮掉 给自己树立信心 20岁之前的人生啊 是父母是家庭给的 而20岁之后的人生啊 则是你自己拼出来的 我的母亲呢 让我这个本科硕士博士 一路读下来 接受了可以说是最精良的 通识教育了 因为博士眼看就要毕业了嘛 想借着暑假的机会啊 陪我母亲旅旅行 去一些城市 为她讲授每一座城市的 说不完的故事 道不尽的秘密 谢谢大家 母爱是真的伟大 其实刚才刘树在说自己过往经历的时候 说自己有多么感谢母亲的时候 我看到了阿姨 她眼里面其实是泛着泪光的 阿姨这么多年陪刘树走下来 是不是遇到很多特别难的地方 对对对是 真的是很艰难走到今天这一步 所以儿子今天取得了一点成绩 我也是非常的欣慰 因为她是在非常非常特殊的环境下 成长起来的孩子 她这些年经历了许多 也付出了很多 我这当妈的说实在的 真是特别的心疼 今天我看见儿子长大了 我呢也非常的欣慰 儿子加油 妈妈永远爱你 妈妈永远爱你 我也爱你 这样的一番努力过后 我们能够站在天津卫视固域上面 把这种爱 这份爱互相地去分享 去表达 这是人世间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互相成全 好了刘树 那接下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挑战身影 挑战万古雷音帝 由我掀起火上方